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市政府六甘教,就是委嘢市長希望將 推動身心障礙主要給無部與疑慮 就是CRPD的精神 延修身心障礙主要給無一條龍 對訴求調查,即使背後, 民意合就要加福德創立,性效良好 第二次北上接受羅東部, 拔回身臟評鑑由頂獎和創新獎的殊榮 羅安局長,王仙義表示 再來跟大家分享我們對身臟夥伴 服務一條龍的成果的部分 剛好我們今年勞工集本身得到優良獎 及我們的創意獎的部分 當然我們的夥伴,我們永康區美音樂 也一樣得到我們的金展獎 我們的工務局更棒,也一樣得到金展獎 因為工部門要得到金展獎 大家都會很好奇 所以我這邊也代表我的市長肯定大家 我們台南裡面,我們每當做八丈寬頭 大家都寬這位,來為身臟夥伴 就近日執長這樣的一個領域裡面 來共同努力的部分 包括我們昨天也啟動明年的春節裡面的年菜的部分 為七家庇護工廠來做行銷 因為如果他們做的東西,我們把它行銷出去 這些身臟夥伴,這些庇護山有工作做 有工作做,他們非常的高興 尤其每一次我到我們的庇護工廠去關心他們的時候 他看到我這些庇護生 集長你再來,我還有工作做 所以代表他們有工作做是非常高興的 當然我們來分享 我們勞工局會得到優等獎 還有我們永康區美 跟我們公務局會得到優等獎 都是我們禁用身先障礙者 都是超額的部分 所以得到我們的金展獎的部分 那勞工局因為要做一個示範 可以做一個領頭養的部分 所以我們七年一樣也有得到金展獎 因為我們自己要鼓勵人 禁用身臟夥伴 自己也勞工局要以身作者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在委託市長 請聽身臟夥伴 實際上委託市長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每一次來參加我們勞工局的活動 尤其身臟夥伴的活動 他們來都掃一大堆的東西 因為他看到身臟夥伴 我跟他講一句 委員 你買這麼多東西 買就要怎樣 他說這些小東西 我們身臟夥伴這些小東西 我們要把他買 把他交官 他有收集他就越高興 有工作他就越做越好 我買到的東西 我放在我的服務處 人家來看到咖啡他就會拿去 拿去 拿去的就是尋射 我們從不出的人的家 因為如果這個咖啡 你還要去買 所以實際上他 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就幫我們身臟夥伴 在行銷各樣的產品的部分 所以這舉動更多促說 我們對身臟夥伴的近日職場 要特別重視的部分 所以我們身臟夥伴 經過我們這樣的人力盤點出來之後 因為委員是不適合近日到正常職場的 當然要正式進入到正常職場 我們會職能培訓 讓他職能提升到 能夠進入到一般職場 那未來覺得說 我學到手工的 可以帶廚做手工的 那我們 因為這就是給魚吃 不只給釣竿 我們給它釣竿之後 我們更開闊豐富的漁場 就是我們成立前天網 秀閣樓的部分 能夠保證牠賣出 就是保證牠能夠釣到魚 所以我們做一條龍的服務 另外一個部分 是讓委的市長 因為我們一個奏工賢善團 一個人工 因為這些職場夥伴 可能他機制環境也是不理想 所以在我們淑明科長 就有這種盤點 所以我們對這些職場夥伴 來做防護修善的部分 改善他機制環境 另外一個部分 因為有些庇護生 或是小座所的這些夥伴 甚至我們雅虎中心 因為要整一條門是不方便的 所以我們一樣做到庇護工廠 跟小座所去服務這些夥伴 他們整理一種的部分 所以我們跟他做益檢 我們更一個有更溫馨的 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一天我去關心他們益檢的活動 我看完了之後我先離開 過了一陣子我們的同仁 傳了一張照片給我說 我們有一個庇護山 因為他留下長的頭髮把它剪下來 我說這麼可惜 他說不是 他分在老頭髮 就是要把這種等料 他要修剪下來 能夠把這些頭髮 監證給癌症的這些夥伴 所以這個過程真的滿溫馨的 所以我們的聖戰夥伴 只要你把這樣的溫馨 像我們是一家人 把他照顧好 他一樣會想到回饋社會 來關心別人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委託司長督促之下 我們做生臟夥伴的 服務一條龍的服務 成果都一一的呈現給大家 今天想像在到的第21次 金展獎的幹部局 紀美營代表接受採訪 我們公務局這邊來做一個說明 我們的公務局目前禁用了20名的 身心障礙人士 那我們的禁用率已達143% 那我們這邊的是 以團隊合作的方式來進行 那也可以確保員工的安全 那我們這邊其中有十名的精神障礙 以及智能障礙的同仁 那我們本局以採取同理心的方式 來對待他們 讓他們認為我們就是一家人 讓我們在整個局內的整個和諧氣氛下 進行工作 他們也會無論是家人 或者是他們本身也會更加安心來執行業務 以上 謝謝 那在這一次金展獎的一個獲選 要非常感謝我們就業出信課 給我們的指導還有協助 那在醫院有一些好的措施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就職的一個履歷的一個燈載的平台 那我們有協助就醫 這個身心障礙同仁 協助就業的獎勵金 那我們結合醫院的資源 有所謂的健康諮詢門診 那以職場臨場服務的醫師 提供身心視性的協助 那事實上在我們醫院裡面 每位同仁都一樣 包括我們身心障礙的同仁 記得在那天勞動部的頒獎典禮上 大家都覺得我們每位同仁都一樣 包括身心障礙同仁 只要給他們一些資源 給他們一些時間 給他們一些負能的協助 他們會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也能夠在職場上面展現好的成績 我們今天很榮幸可以榮獲勞 勞動部來對我們一個創新獎的肯定 那我們主要就是說 勞動部對我們在台南市政府的創新的這個部分 那首先就是我們有全國首創的身心障礙人力銀行 那所以我們對於身心障礙者 我們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那從一開始的我們是到宅去訪視他的就業需求 那根據他的就業需求 我們做視財視所的一個服務 做視性的服務 那技能不足的部分呢 我們在提供培訓 那也全國首創我們的晴天竹夢寶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我們秉持的 就是說我們不只要給他技能的釣竿 更要給他豐沛的漁場 那另外我們也是全國用職業重建的服務的方式 來導入我們的居家就業服務 那在這個服務上面呢 我們也服務了很多重度的一個身心障礙朋友 可以在家就業 那這部分 五度友好 六甘九和企業公司協力 推薦下來台南市政府幹部局 基米醫療財團發言基米營 經鄉鄉得到第二十一回的金展獎 公司部門禁用身心障礙者 基優獎加基 幹部局禁用身障完工 第20名 禁用率到143% 並與團隊合作方式組織 保障身障完工的更好安全 六甘九一項促進科長的審視民科長的標示 身心障礙者有很多常才 例如專注、慶祖師長 每次我們沈致的了解 鼓勵的鼓勵的鼓勵可以接受身心障礙者 透過合理的條件 向中的人安排在中的位置 和協助機關 技術這條數倍公辦的效果 以上是《大巴門新聞萬佛》